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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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說 這個課可能應該在十一月底會好一點 就是當你們比較清楚你們到底要做什麼 因為我也不清楚你們要做什麼 那所以我只能用我比較 我一開始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以為你們可能是要做口述歷史 但是我剛剛聽起來 你們可能比較是要做採訪報道 其實都有人去看各種問題 就有些人想要接著 那因為本...OK好,沒關係 所以我覺得也還好 就是說基本上沒有什麼技巧不技巧的問題 大概就是一些經驗 就是怎麼去聽懂別人在說什麼 那這個... 這件事好像有一點重要 那我... 我弄了一個POW COINS 我自己覺得還蠻厲害的 POW COINS 然後... 而且就是上次你聽到的我重點 然後因為它據說是聽過我一次在航空城的 所以我很小心的把它避免掉 不要兩次是有重點的內容 但是...但是我覺得我剛剛有一點在想 我等一下再用POW COINS 我會比較快的跳過去 就是說多一點的重溫 好,這樣我也會比較清楚我的狀態 否則的話因為我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說 就時間都拿去說我的故事 就沒有機會聽人不說 那這是我下午的時候在 假設你們要去做這個網票的 應該是來自於你們覺得很重要的 這件事很重要的 你們不做的話它可能就掉了 那所以昆德拉有一部小說叫做《孝望書》 那它裡頭講了一句話 就是說歷史就是遺忘跟記憶的鬥爭 那當然也是說被遺忘者、被記憶 被記憶的事情多半是統治者 統治者記住了哪些東西 刻意遺忘了哪些東西 那但是我會在一開始說 可能要講口述歷史 大概就是說口述歷史恰恰好 它是打過了既有的權力結構 那它不再是統治者的語言 它比較會是一般人例如說相同 那如果說是一般熱門的主題 或者是一般主流媒體會說的東西 我想也輪不到你們 也不需要你們再花這樣的力氣 所以我站在這樣的基礎上去理解你們的行動 雖然不知道過錯字了 然後等一下有任何問題我們隨時都可以好了 那就是說 所以我在這樣的一個立場上來看待的話 我當然會覺得說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書寫者、記錄者 那這當然是一個有立場的行動 而這個立場我會把它定義為是一個在邊緣的立場 因為就是說那我們幹嘛老是做邊緣呢? 我們為什麼不向主流邁進? 那我的意思是說當一個邊緣的事物 它已經取得了一個主流的位置的時候 恐怕作為一個知識分子 你要再挪鬥一點再往這邊走去 就是說因為民主從來不是現在完成式 例如說你們大家是生長在檢炎以後的一代 那大家都說台灣民主化了 我每次聽到這個我都覺得好想吐 這個民主化了好像是一個完成式 那但是事實上我所經驗的過去二十幾年來 就從你們出生到現在 台灣的就是說是一個正在民主化的進行式中 但是這個民主化的歷程恐怕不是直線往前 他經常是去遲照往前一步就我來看 他可能經常還有倒退了三步 不見得比戒嚴時機好太多 如果我們就經濟分配來講 他恐怕還要朝上好幾代 那就一人一票可以選總統這件事情 他好像是一個大躍進 可是就一些人民真正的生活的感受的話 那恐怕經常是退後 那而民主這件事 就是說每一個人是不是都有平均的發言權? 每一個歷史是不是非常平均的記錄這件事 我覺得它是需要有不知幾種的 我大概會是這樣子 那所以先從口述歷史怎麼看? 這個定義是我自己寫的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它是以主流文化的代表性 它不一定主流文化它不一定不真實 但是它不應該壟斷了我們對於歷史跟社會的認識 那所以它要對抗一個不平等的權力結構 那所以主張當然就是說防者跟被防者也不為主體 這個東西我覺得喔 真正要討論其實要等你們開始夏天的時候 也就是等12月5號以後 我覺得這個討論才會落實到你們身上 否則聽起來說實話就是飄來飄去的進步部分 然後我隨時都可以掉落到地上 我覺得意義重大 這是今年的二二八 那每年大概過去這幾年 你們所出生以來的二二八蛋 每年都會有開始要拉掉講公理史的同向 就是蔣介石的同向 就是把過去的英雄人物 然後救星變成屠夫這樣的一個地上 那這在說什麼 這在說所有的歷史都有歷史詮釋的問題 即便我們覺得我們要談氣候變遷 它應該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可是自然科學如果被使用 從哪一點切入我要什麼樣的發展 我們要什麼樣的生活 這個生活底下人跟人是什麼樣的關係 這當然由我們主觀的對什麼叫做好 什麼叫做進步的期待 那站在這樣的一個立場上 就會我們怎麼去詮釋這件事 那所以這裡當然是在講說 你們再來下天爺的時候 我覺得意識到自己的立場很重要 而且你們在座這些人彼此的立場 它不一定一致 雖然現在還不曉得 可是真的開始操作的時候 我覺得會意識到 那這個意識我覺得是珍貴的 我們不一定要大家最後變成起頭式的一致 但是如果你不意識到自己 其實已經佔了立場了 反而你假裝你是客觀中立的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危險 這也不老實 那所以例如說同樣在講228的時候 那麼到底它是暴動呢 還是一個抗暴的行動 或者說最近客綱微調 客綱微調因為離你們有點遠了 你們已經變成大學生 不是高中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這件事 客觀微調在談什麼 無非就是日誌時期 還是日誌時期 你們是念到日誌的一代吧 對吧 你們高中的時候念的是日誌 現在要沒念 不是嗎 對啊是日誌 你們念日誌 對啊日誌日誌 1970年 就是說已經戰後70年 1945年 1945年對台灣來說是光復還是終戰 那這當然有不同的歷史詮釋 在講這件事 那同樣1949年的時候 國民黨撤退來台 我們說中國大陸是淪陷的 也是我站在一個中國大陸的人民革命的立場來看 當然是解放囉 把一個吐敗的國民黨政權把它丟到太平洋裡頭 那這當然是解放 怎麼會是淪陷的 所以這都是歷史詮釋 所以回頭來講說前面這都好硬喔 好就是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那這件事情大家先統統 對不對 我們怎麼看待the past 就是我們怎麼樣決定the present 就是說我們此時此刻的現在怎麼樣來看待 那然後這當然會影響我們怎麼樣來建築 我們共同的 如果有共同這件事 future 這個跳過去 這當然有口述歷史會起來 當然有現代科技的一個發展 好比說錄音機啦、錄影啊 這些都使口述的、口說的、口說的素材 它都成為一個歷史的材料 那過去我們也知道司馬遷 他其實就是跟著皇帝走來走去 所以他看到的歷史當然是皇帝所經歷歷史 統治者的歷史 可是當代的歷史學家 我們已經不相信這樣的東西 我們說要多元文化嘛 那多元文化到底在講什麼 那或者我們怎麼看待歷史 那好比說以後的人一直要再想再過20年好了 怎麼樣來講當代的台灣人 誰要代表當代的台灣人 馬英九嗎?你一定不認 蔡英文你也不認吧 那麼是誰呢?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談多元的時候 其實另外一個意義恐怕是誰也不一定要代表 這些東西都存在 過去有些東西被謀殺掉了 那但是當每一個人他都有紀錄歷史很可能的時候 那這些歷史拼拼湊湊 然後留下來的遠比我們丟掉的多很多 但是它不會是單一的說話、單一的敘事 那這恐怕是我寄望我們這一次如果能夠搶救多少不一樣的 批塘在桃園那邊的人怎麼樣跟他共存的聲音 那批塘文化如何形成 那跟當地的環境、地理、歷史應該有一些關聯 說實話我沒有那麼熟悉 我因為航空城的時候稍微有多懂一點點 那所以我們在講說 Right history for the people 我怕最新的說法會是 Right history with the people 就我來看待你們如果去採訪當地的人 其實就是跟他們一起寫歷史 所以不為主體這件事就會變得很重要 他們說的話他們所詮釋的你也不一定會懂 但是你如何又要尊重他的立場、他的詮釋 但是你又沒有失掉你的聲音 這兩件事情並不一定成 它如何並成 那我覺得沒有具體的田野資料我們就很難看 我認為你們後半部下完田野之後的工作還更多 然後這裡我也跳過去 這是什麼 這是RCA RCA我們做了考書歷史 事實上當代 這幾年很多事運團體都在做這件事 只不過RCA是唯一拿到精靈獎的 他拿到主流的認可 這當然有一定的諷刺跟意義 可是這裡就不多說 我先很快的跳過去 等一下你們從你們的問題裡的出發 我們再洗牌 可是還是得回到你們身上 好吧你帶著一點進步的認識 你帶著一點你想多了解 你甚至你也很謙卑 你沒有那麼傲慢 你各式各樣的ready了 然後可是還是得問你自己 可是你可以看的不一樣嗎 如果你覺得你要寫的東西 跟主流媒體不一樣 那得問你站在哪裡 你是誰 經常我們的知識段成指的是說 看見了可是你看不懂 那或者你出見了可是你其實出不到 這麼糟糕的事 你根本不知道你沒看見 就像我自己我用幾個故事啊 我有一個很長的時間 我在一個職業災害的團體 斷手啊斷腳啊 然後高壓電池 什麼叫高壓電池 例如說我們現在充電 我們這個電是幾伏特? 110的電 110對不對 那可是因為台灣是中央配電嘛 我們統一發電 然後配到各個地方去 對吧 所以你不可能110伏特慢慢送慢慢送 你可能是22000伏特 33000伏特 我們所看到的刀壓電來 就在做這件事 他把它集中送電 然後再奔到各個社區去 那可是這些暴露在野外的這些高壓電線呢 他總是會風吹雨打 都會壞掉嘛 壞掉了怎麼辦呢? 就是修囉 誰來修? 當然不是你 是台電工人 甚至於後來台電工人也不修了 因為太危險了 所以通通給外包 就少外包工人來做這個修理的工作 所以我以前那個團體裡 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高壓電機的工人 大概這種東西就是說 你恐怕要 你如果說是右手電流進來 那麼左腳出去 可能就是右手跟左腳都會結支 那然後那時候我們協會裡頭 就有很多這樣子的人 就是各式各樣的高壓電機 而且那種小外包上有一個特色 他可能是五六個人就成為一個工班 然後連勞保都沒有 說一發生事故的時候 哇!一哄而散 老闆就不見了 所以那在那個時候的勞基法上 你又很難直接追溯到台電要來輔助 所以經常就是整個被社會拋掉 然後拋棄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那時候有一個會員就是這個會員 就是他受傷的時候 他受傷的時候剛好是夏天 然後他在醫院裡頭 醫院裡頭住了一個多月吧 一個多月然後就被迫要回去休養 那要回家休養呢 他就借住在他第一家 那因為他也老闆已經見了啊 然後他也沒有勞保 然後他建築他第一家的職業 就每天每天每天一大早他就去醫院 然後到晚上十點多這樣回來 每天一天又一天 然後護士都問他說 你為什麼今天又來 然後他就說來跟你們聊天 那你們猜他為什麼天天去醫院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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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全民健保的狀況之下 嚴格說那時候還沒有全民健保 但有勞保 也OK 問題是我們做全民健保就知道 他不可能讓你住太久了 所以他其實已經回家休養了 他需不需要再回醫院 也需要啊 一個月大概去兩次回診就夠了 可是他天天去 你猜為什麼 而且去就帶一整天喔 為什麼 為什麼 住院層 假設的是他 還走進去 都沒有啊 不客總理喔 想到什麼 可以 醫生都入宿大好關係 大好關係 其實都沒空給他耶 住院醫師忙來忙去 哪會空見到他每天都來 他在找同類互相尋暖的時候,可能要兩年以後,前面還在自暴自棄,就說人們開始去尋找安慰的時候,都已經開始自救了,他沒什麼難過? 他在家裡面不想回去 然後他其實像一把火,你就想想看三萬三千火,像一把火燒過你的身體,所以你的身體其實是整個毛細胞都萎縮 所以你們可以想想看八仙細胞之後,他們能慢慢餘身怎麼辦? 那是我們看到他可能斷手斷腳,可能是肌膚扭曲,而你沒有看到其他的面積,他只是取墜的氣 因為非常熱,他沒有辦法排汗,而對於一個收入,沒有收入的人來說,天天吹冷氣這件事 對他也幾乎是這個門還不夠高,所以取墜的氣 那所以我在那個協會以後,遇到各式各樣這樣子的人 那難以言說的,怎麼告訴你,其實我只不過是取墜的氣吧 因為我沒有辦法浪費我們家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其實我們在訪談裡,不太容易看得到 但是這是人的處境裡最真實的部分 可能一般來說夏田野,你大概要花很多的力氣去陪伴 因為你們面對的這些農民也好,平民百姓也好 他們不是像你們的老師,你們的老師是ready,隨時去說 去言說、去詮釋、去定性 但是他們不是,他們東拉西扯 然後他會覺得他的生命沒有什麼好說 他覺得這個不重要 可是恰恰好這些東西最重要的 真實的處境 那所以那時候我也遇到一些朋友他們就說 我在那個協會裡頭待久了都有點職業病 職業病就是說,你一看慣了那種斷手斷腳的 好比說醫生就會打電話來說 有一個年輕人斷了一隻手 然後就想自殺了、不想活下去了 不吃飯了 然後我們就派一個斷兩隻手去看他 第二天年輕人就開始吃飯了 這個同理當然很重要 你跟他說你要看開一點 你跟他說 你跟他講說沒有問題的 你要什麼放輕鬆 這種東西他覺得你神經病 他覺得你不了解 可是他得有一個人去貼近他 所以在那個協會裡頭 我們後來都會互相開玩笑 就說例如說斷兩隻手的人 然後就會開玩笑說那個斷做輪椅的人 他就覺得我還比你行一點 我至少還活動自如等等 我在那個協會大概第一次痛哭失聲是什麼 是我們有一個會員 然後他後來就是已經就待在家兩、三年 還沒有走出來 還沒有去找慰藉的時候 然後後來他就在他家裡頭的頂樓 我弄了一個小佛堂 我去他家的時候 他就帶我去看那個佛堂 他說我在想 我這輩子我也沒有做錯什麼事 我做工人我是一個好工人 我做媽媽我是一個好媽媽 她是一個保險從業人員 那時候蔡萬玲還是台灣首富的時候 現在已經不是台灣首富了 但是國泰金控還是台灣的前五大財團是第一 那然後可是當時的保險業不納入了幾把 所以他什麼都沒有拿到 而法律師同意他老闆逍遙法外國 所以他就說 他說我在想 我這輩子我也沒有做什麼事 為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呢 於是我想一定是我上輩子的糟糕 我非常非常的憤怒 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憤怒的全身都在發揮 非常的無疑忍受 就是說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制度 你讓一個人受害的時候 他無以怪罪 因為所有的制度都在幫有錢人說話 他無以怪罪的時候 他還要怪自己 怪自己還不夠還怪到上輩子 可惡真可惡 那所以我覺得我在那個協會裡頭 恐怕是看到這些受害者 我有一些朋友就跟我講前搞學運的朋友 就跟我說 哇你先這樣增強 一天到晚也變這些悲慘的故事在一起 後來我在想其實沒有欸 我在那個協會裡頭 我很少感到悲慘 我很少遇到那種哭哭啼啼的求救 從來不是 真實人生不是長這樣 真實人生的弱勢者受害者 不是一天到晚在那邊沒有時間 真實人生裡是苦中獲勒 真實人生裡頭是想盡辦法還要往前去 要不然就自殺了 只要他還要活下去他得找錯誤 那然後所以我看到的是 這些人不只是受害者 當然是痛苦 但是當他成為行動者的時候 意義翻轉 所以回頭來說 當我們採訪的時候 我們要你站在哪裡 你想說什麼 你跟受訪者的觀念是什麼 他為什麼要接受你的採訪 然後你具體的行動是什麼 然後你在哪裡學習 這絕對對你們是學習啊 然後學習了之後你回饋什麼給他 一個他的完整的好看的故事嗎 這故事要幹嘛 跟他的關係是什麼 蹦蹦一下 這恐怕是要一直在這身上 即便是作為一個主持工作者 像我這樣子 恐怕我到現在都有答案 每一個人沒有現成的答案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不再想這件事 我覺得他才是問題的 包括研究者也一樣 學院裡的研究者 他都是阿阿在面對一個 倫理的詞問 我跟我的備訪者之間是什麼關係 他協助我拿到我的博士學位 他協助我 讓我取得我的學術地位 那到底我對他的生命有什麼 我會不會給他什麼 這樣的一個倫理的詞問 我覺得恐怕可以發生在每一個 想要成功的女生上 好 我其實還有很多故事可以說欸 可是我覺得我先跳過去 那怎麼做呢 就是做功課 夏天爺 你能夠回饋給他們的事 你功課準備得越夠 我覺得你越不會浪費他們的時間 你不要在他跟你講 皮糖的這個那個的時候 你還像一個白癡一樣的重複問 如果你準備的功課夠 你可以節省他們的時間 你也可以問到比較修喊的東西 然後蹲下去 蹲下去還這麼難 我真覺得喔 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 大體上是有點變得 特別是高等教育 病得更嚴重 就是說我們大概從小就知道 你要不然呢 你就是依附著這個教育體系交給你的 你成為一個馴服的人 乖聽話的人 那麼你大體上會獲得成功 那另一種是反其向而行 就是說你成為一個反抗者 你可能沒有得到很高的成就 但是你贏得了尊敬 我們社會現在也開始尊敬烈士 就是英雄 反英雄 非英雄 大體上是這樣 可是我們其實從來沒有學會 怎麼樣跟比我們弱的人相處 特別是你們一路過關斬將 念好的高中 然後也許苦了很多的心 然後念好的大學 然後你們國小的時候住在你隔壁 跟你非常要好的那個好朋友 他可能在高中的時候就去念高職 從此之後現在你在當大學生 他在當貴子 他跟你的人生的路越來越遠 然後你們去看念影 但是他可能去看的是諸葛亮 你們的品味不一樣 你們的消費模式不一樣 你們談論的話題不一樣 你們後來越來越習慣自己的舒適圈 你只能夠跟同知性很高的人說話 而且我們也不以為有什麼不對 然後未來我們出去工作之後 這個舒適圈只有越說越小 我們越來越只聽得懂跟我們一樣的人 一樣的教育品質 一樣的階級 一樣的生活品味的人 好可憐啊 不覺得嗎 我覺得這是最恐怖的事 我另外有在北藝大 台北藝術大學開了課 然後我在北藝大教書的時候 我常覺得就我們就想說 去念藝術應該是熱愛藝術吧 並不是 就是說如果說假設台北藝術大學 是台灣最好的藝術學院 所以呢你如果我們今天音樂系好了 我這學期我招收60個人 這60個人中間屬於小提琴的可能只有5個 所以呢全台灣你們這一屆 而且要小提琴拉得最好的就5個 才能夠進入回答 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說你做國商5年級 開始學小提琴可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 你一定要5歲就開始學 所以那個學校有一個特色 大家幾乎都是中層階級 軍公教小商人的子女 很少勞工出身 因為有資格念得起藝術大學的 是從小被栽培的 你沒有被栽培你根本念過了 不是嗎 所以想想看就很恐怖了 就是說台灣的藝術 又這麼認可學院所單一製造出來的藝術 那我們的藝術都是由這些人 他們的生活圈這麼小 他們自己不焦慮嗎 焦慮的不得了 美術系的天天都在那邊焦慮 學院的時候到現場都一直在問自己 你會被工具罵 他們扣問的東西 其實就是當代藝術都要問自己 你到底在為誰說話 藝術在為誰表達 那如果他的生命經驗就是這麼小 你也不能怪他們 就好像我不能怪你們一樣 那可是我覺得 這是認識到我們的認識的局限性 我們的生命經驗的局限 所以我們有時候聽不懂別人在說什麼 那怎麼樣去突破這一件事 突破這個困難 這就是主觀能動性嗎 如果說左派的觀點是看結構問題的 但是他同時強調主觀能動性 當你想要改變的時候 你就會改變了 也沒那麼快 好 還有講一些 其實我都要講的是 即使我作為一個運動者 我都未必當場看懂 有的東西得隔一段時間 才知道是怎麼回事 所以這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 先回頭來看 你們要去做的 因為我沒有 我大概知道跟皮膀有關 跟氣候變遷有關 跟人的關聯到哪裡 到底是我還不太清楚 但是anyway你們已經有一個主題 所以主題的擬定 但要建立關係 我不太清楚建立關係 如果說好理說 你要做一個碩士論文好了 你可能夏天也要下個兩年 我在清大跟北立大 都有開文化研究的課 那我的學生有人就要做學期報告 我就說我要去做遊民的報告 做倉記的報告 我都覺得我的天啊 你要去做遊民跟倉記的報告 你只有一學期的時間欸 你怎麼會以為你到遊民 就算你去陪他睡了兩天的公園 他就會開始滔滔不絕跟你說他的故事呢 所以我後來都跟他們說 不用吧 你們去採訪爺爺奶奶 去採訪阿公媽媽 去採訪你已經認識的巷口的 那個開越南餐館的越南新娘吧 去採訪一些你已經認識 不需要重新建立關係的人 因為我不認為你們有足夠的時間 除非你得要花三年的時間 去做這件事 要不然我都好怕你們做衝到 他們膚淺的問語答 那個真的大可疑 彼此浪費生命 那但是倉記關係 這個我也不清楚你們狀況 然後呢 所以要節省時間 大概要準備 例如說你之前最好能夠跟他說清楚 你要故意 你之前能夠說清楚 你希望他準備一些照片或者什麼什麼 你準備的越多 你越不是折磨受訪者 浪費他們的時間 然後 然後田野訪談的時候 那什麼叫做開放性而非封閉性的問題 其實因為我很喜歡看學生給我的主資料 好好笑喔 就例如什麼叫封閉性 就說 你每天花十幾個鐘頭練小提琴 那是不是你把小提琴當作你一生的職業 這就要做封閉性的問題 因為對方就只能 嗯 是吧 他除了這樣回答他還能夠說什麼呢 盡可能會開放性的問題 那那個時候你覺得 我覺得很痛苦 怎麼說為什麼痛苦 我覺得很寂寞 這種抽象性的語言問句題 怎麼說 在什麼時候覺得寂寞 去問句題 去問句題到你的腦袋裡頭有形象 這個訓練我從哪裡來 不是我自己作為另外一個有一個作家的身份 不是 我這些訓練是從我過去在工作上那些 那些斷手斷腳的我身上 當我要跟一個高壓電極的工人 一起去爭取他的權益跟老闆拍桌子的時候 我要很清楚好像他受傷的時候我在現場 如果我沒有 我的腦袋裡頭沒有他受傷的時候的圖像 我根本說不出話來 我沒有辦法跟他站在一起 我沒有辦法靠正義感做這件事 所以 他們剛上完課這樣子 有 其實我本來以為我們會先等他們 但沒關係 然後所以 所以我以前在問案的時候 問案就是老闆正義感 但因為他們找我們就是因為我們不用錢 那我們多多少少讀了一點法律 可能有一點點幫助 那我們問的時候會問到 例如說我不是365行都知道啊 所以他在講紡織機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紡織機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會到我要問說 那你怎麼操作紡織機 你是右手在這邊 左手在按著按鈕嗎 你是懂Montplace是怎麼弄 那個怎麼樣 什麼叫做每一個物件放進去壓模 壓模是什麼 我完全聽不懂 那我也不可能都到勞動現場 如果我有機會到勞動現場 我一定去 但是經常勞動現場 事實上是資方的商業機密 進不去 所以我就要仰賴工人很清楚的告訴我 我要知道那時候你受傷的時候 包括你的同事在哪裡 然後我要知道你是哪一隻手 怎麼樣被捲進去 為什麼他會捲進去 如果你一天重複做了這個動作 要做800次 恐怕你會在某一個閃爭的時候 被捲進去 我要知道到這麼細 我要知道到我的腦袋裡頭 可以刻畫那個同像 甚至於有時候我要跟他說 那你畫給我看 因為我真的很好看 去採訪的時候 想辦法做這件事 不過你們有機會到現場 但是那個現場 是變更過的現場 是哪 你們有時候問的是歷史 當時這個樣子 現在這個樣子 就是問到你腦袋裡頭 有同像的時候 那當然很重要 我覺得錄音跟竹字稿 那這些竹字稿 相信我對你們會有很大的幫助 你不一定都用得到 但是聽竹字稿太有趣了 聽竹字稿經常在聽自己在說什麼 就是說有時候你以為他說的重點是這個 你再聽一次發現 怎麼有好多訊息你漏掉 而你為什麼漏掉 他絕對有意義 現在我們空口說白話沒有例子 那等你們真的12月5號之後 我覺得自己做這個練習 自己聽竹字稿 而且會聽到自己 為什麼這麼愚蠢的問這種問題 例如說航空城那時候 他們去做採訪 那有的我就看竹字稿 看竹字稿我就說 這個人已經打算要告訴你 他的利害分析了 什麼叫利害分析 為什麼我們反對航空城 因為當時好比說我可能是拿20 我花了10萬塊一瓶買了這個店 可是現在徵收的時候要用15萬一瓶 我好像是賺到了 但是我非常清楚 萬一捷運一旦開挖下去的話 這裡就要立刻變成40萬一瓶 我知道這個利害差 我就說為什麼人家一開始要跟你講這個 你怎麼扯到別的去呢 後來那個做航空城的訪談的人都告訴我說 因為他很怕講到這麼具體的利害關係的時候 那最後的訴求就會變成 那航空城如果我們現在反對 你是反對致死 就是說絕對不能退讓 還是說他提高了收購費 逃比說15萬變成30萬你就接受了嗎 所以他覺得他面對這個東西 他無法面對 所以他就放棄了 所以我們有各式各樣讓自己 該問的時候問不下去 該問的時候轉彎 我都不是說什麼叫做好或者不好 不一定 但是你總是你經驗過了這個對談之後 你有機會藉著錄影檔 重新看一次自己的行動 跟行動的功能 因為訪談大不了再來一次嘛 我們有回訪的機會 只是你要不要花時間來 但是看清楚自己的就是 那聽出這個可以合適 如果可能的話可以再聽兩次 那當然他怎麼樣的傳播運用 這是一定要一開始就說清楚的 所以有的比較嚴謹的 他甚至於會要求 很多去看重演員的所有的控訴歷史 都會要求他們要寫報告 我願意什麼接受你這些訪談啊 什麼什麼願意怎麼樣發表 但是我不知道 我覺得在各種各種關係裡頭不一樣 也犯不著通通把它變得這麼嚴肅 這麼嚴肅多半只是為了保護防守而已 你怕以後被他搞了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對於學術裡頭的很多 美美嘅嘅啊 雞毛算品的要求 都覺得大可不必這麼放在心上 那重點是看關係 你跟這個人 跟他願意開放他的生命 不是告訴你 我們彼此之間永遠辜負 我想這件事比較重要 做人的道理 如此 好 這些都是本來要講的例子 但是效果是嗎 晚一點來的能夠跟上多少 因為我答案今天比較快的收過去 讓我多一些對話好不好 然後所以呢 就是不要再考慮代表性的問題 當代口述歷史或者當代的多元文化 多元歷史就是它對於獨斷性的 單一史觀有意見 特別是這些單一史觀都是統治者的 然後勝利者的史觀嘛 那所以他才會開放口述 那口述的時候都有的人就會講說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去問非常有意義的 人啊 我的學生有時候會嘲諷 然後我就說 那你告訴我 任何一個沒有意義的人是誰吧 誰的生命沒有意義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說 你要代表誰 恐怕未必嘛 我其實舉例來說 我一個學生 他去採訪他阿嬤 因為他阿嬤當過工廠的女工啊等等 那他自己來自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 他就很想知道說 他阿嬤當初的生命經驗 那後來他在採訪她的時候 他就想起來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常常會講白色恐怖 所以他就問阿嬤說 白色恐怖的時候你才十幾歲 國中 所以你有什麼經驗嗎 後來他阿嬤 我這些都是看竹子稿看來的 因為不在他的紡織廠女工的 這個主脈絡裡頭 而是起出來的 是很有趣 他說 他就問 然後他阿嬤就說了一件事 阿嬤說 那個時候 就是1950年的時候 他國二 國二的時候 他有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 住在他們家的隔壁下 然後有一天半夜 他這個好朋友的霸道 被警備總部帶走 從此再也沒有回來 這件事情 沒有人問 可是 這個小孩子 就在學校裡 被默不作聲地孤立起來 因為大家不知道怎麼問 隔了一個月 他的那個好朋友 全家就搬走了 他從此再也沒有見過他 對我來說 這恐怕就是白色恐怖 我看過這口可說的是 白色恐怖恐怕不是在追究 死了多少人 有多少是冤獄 有多少是從容就義 有多少是共產黨 有多少不是 不是 白色恐怖對於所有的台灣人 你們的父子輩 你們的可能是阿公阿嬤妹輩 最大的意義是整整有38年 全世界最久的戒嚴時期 整一代一整代的台灣人 恐懼 默不作聲 不敢說話 我最要好的朋友 他家裡都發生了 這麼天大地壓的事 我不敢問 然後他默默把這個 不稱死在一起 連小孩子都知道 就是不能問的 不敢過問公共識 不敢過問政治 對政治冷感 就是去政治化 不敢再關心政治 然後不敢碰政治 這就是整個白色恐怖 留給台灣當代最大的影響 不是嗎 所以你說阿嬤有沒有代表性 我認為他說出了白色恐怖的真相 所以如果從這裡來講 我引用張娟芬在愛的自由事裡頭 給你這樣講 張娟芬在十幾年前 從智慧運動在台灣當開始的時候 然後採訪了幾十對Lasben 然後他就寫了愛的自由事 他中間有一段話我自己喜歡 他說我希望讀者讀了這本書以後會說 啊原來有些人是這樣的 而不是說喔原來女童性戀是這樣 那我想投訴歷史多元史觀 不非也就是這樣子吧 所以不要再去想代不代表性的問題 你們採訪的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個體 每一個人的個別的生命 他勢必會牽連出他所屬的那個時代 就遺跡 隨身成對待比較重要 好這個再跳過去了 所以重點不是在他在想什麼 而是他為什麼會這麼想 就是問問題的時候在問 那我們有時候有一些提問 會擺入了我們的架子去想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就是前面有講到RCA的愛子 那RCA我們在做土塑歷史的訪談的時候 那有一個也是台大的法律研究所的理學生 然後他就問他 他就問我們其中一個RCA的工人 他說那個工人那時候考過華航啊 考過台電啊 考過這個考過那個啊 然後因為眼睛不好嘛 那最後他去RCA 那然後這個研究生就問他 就問他說 那你那時候為什麼不去考工職呢 然後我們RCA的工人就 愣了一下說 嗯 我沒想到 可是我在看的時候 我就想到了 我知道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 因為對當代的你們來說 可能工職是 工職是唯一一個穩定的救援 你們面對的是外包派遣 你們面對的是不穩定的就業的一代 找不到工作的一代 沒有出入的一代 但是RCA的工人 他們在1969年的時候 台灣剛剛開始要經濟起飛的時候 其實他們面對的是 那個時候的公務系統 公務人員薪水是非常的低的 然後但是在外面的民間團體 機會非常的多 所以就那個時代來說 考工加機關絕對不是他的優先學校 但是40年之後 一個台大的研究生 他卻會認為說 那與其考這麼多 為什麼考工人員呢 所以這中間一拉 我剛剛在講 房者跟被房者互為主體 實在就是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站在此時此刻 去回觀那個時候的歷史 但是我們中間有一個歷史的落差 而這個房者我站在這個時候 我的社會養成裡頭 我們中間的那個落差就非常的有趣 可說歷史有趣在這裡 你們要去採訪的人 當然可能都是歐巴桑啊歐里桑啊 所以你們中間的時代的落差 我覺得會在你們的對話裡頭呈現 重點是你們自己不一定察覺 所以做不明蛋 用明投入吧 所以還有一些人會在 會在我覺得已經問到關鍵的時候 沒有往下問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他快要哭了 這可能跟當代的我們的電視媒體 完全不一樣 電視媒體是在等你哭 然後就趕快在尊嚴放大 給了眼淚 可是面對學生經常會怕什麼 怕我承擔一次 你的關係不夠 不過萬一你哭了我怎麼辦 怕自己承擔不起 其實不是怕對方傷心 是怕我承受不了她的傷心 那就認識這裡吧 所以我也沒有好的答案 例如說有的人就會講說 那個時候就抱她呀 可是那是這個人 因為是個熱情的女孩子 她會使用擁抱 她會使用肢體 她用各種方式去拉進去裡 可是有的人就不是 所以沒有單一的答案 我不會告訴你說 哇當然要展露傷心的時候 你一定要擁抱她 不行你就是做不到 因為你不是這種人 就做你能做的 但是你要意識到哪些時候 當對方已經要開頭的時候 是你接不下來的 你意識到這件事 然後再想一想 有沒有可能我再做一次文化 有沒有可能我再準備好的自己 所以做訪談的時候 無非是重新看見自己 跟別人的關係去 以及在面對別人不同的反應的時候 我會做什麼 所以要說故事的能力 先跟人家分享 直視關係 你要看懂彼此之間的關係 這是我要風災之後 蘇迪樂風災之後 我要清潔隊員 台北市的清潔隊員到班上來跟大家來 我們總不能夠老是享受著一個光鮮亮麗的乾淨的台北市 而不知道是哪些人默默的在你看不到的時候 把下水都清潑 把木頭把那些倒下來的樹通通浮起來的 然後幫我們把所有的垃圾都清掉 那在做這些口述史的時候 我們還要做一個 我會有一個技術上的要求 自己要做棉表 就是說這個人的棉表 他哪一年出生的 哪一年他做了什麼事情 什麼重要的 當然跟你的主題相關 而這個年表還有一個重要 例如說我剛剛在講RCA的工人 他開始到RCA就業是1971年 1971年的時候 台灣那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剛剛開始 我們已經加工出口區開始出來了 台灣開始要經濟起源 所以你這個年表是歷史公共的 跟私人的彼此對照 那個人的訪談不可避免 他會有自摧自擂或者是自圓其說 那就讓他自圓其說吧 那當然你可以同意跟不同意 那如何呈現這個同意跟不同意 當場要不要呈現 我也沒有標準答案 有時候我也會挑戰我的受幫助 我說你不是說八道吧 你根本不是這麼想 那有時候我接受他對自己生命的詮釋 我尊重他的詮釋 但是我不一定要假裝不同意 我可以同時讓他知道我完全尊重 但是我可能有標準想要看 我是實用挑戰的 再舉一個例子 例如說這也是在RCA的訪談裡 然後他就完全口述那個人的說 因為口述裡頭總有很多的輸漏 所以那時候我看到他寫的就是說 當時正值什麼台灣政府推動十大建設 然後需求大政府都R了 可是事實上在我的資料裡頭 我知道引進外資 台灣引進外資是1969年開始引進外資 十大建設是1974年才開始的 所以因為每個人的口述你總是有疏漏 但是作為一個訪者 由於我們做了準備 我們要把它記錄下來 你還得做功課 那你得去查當時的歷史資料 你不要照單全收 那就是你的偷懶 所以這是我寫給台大法律研究所的 後面的一些小小的糾正 因為我會幫他看到的表情 那或者是有一些模模模模模的說法 也是到了後來廠方才把檢線房單獨 那我當然就會問到底後來是多後來 RCA在台灣整整20年 他把有毒的檢線房 跟沒有毒的檢線房做拆開 到底是來了19年之後呢 還是來了1年之後 這當然有差別 所以一些細節有時候會不會需要回答 問清楚 那這是我在清納文化研究的同學 後來那個時候去年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桃園的桃園 去年發生了好幾起 高雄七堡還有桃園的火災 其實都死了很多的消防隊員 那所以找了消防隊員 跟女學生一起做法 那個很有趣 那就不是我說的 我們有時代的落差 沒有他們年紀差不多 都22歲、23歲都差不多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這些男孩子 他們在這麼年輕的時候 他們經歷了在火裡頭 火來火去被當作救火英雄 可是他們面對的是他們同儕 就死在他身邊 而為了搶救大家的財產 他們面對的是 有人說我的小貓在那個屋頂上 叫他們硬要跳過去救小貓 然後他就掉到地上死 面對的是這樣的一個人生 那以及我的青大的同學們 他們面對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們年紀差不多 是同一個時代的人 可是我們面對的是 完全起初不一樣的生命對照 那那個也很有趣 那就會是我說 綁者跟受綁者共同寫出來的歷史 因為這種張力一定會呈現在你的報導裡頭 不一樣的對照 就讓他出現了 這已經是後半段了 後面我就跳過去了 因為你們連下整夜都還沒開始 我已經準備到你們包括 到時候敘事人生的選用 怎麼樣下標 什麼樣破題 什麼樣定性 但我覺得直接跳過去了 因為還沒開始 直接跳得好 所以不管怎麼說 傾聽跟對話 有限的生命經驗 你要怎麼樣跟具體的生命合作 不管我們是年紀差不多的 我們是相差40年的 如何看我們之間條件的差異 敏感這個條件的差異 那還有個人的跟歷史 你怎麼樣去編織 你手上一大堆的素材 你可能採訪了一個鐘頭之後 你寫出來竹子稿是2萬次 可是這2萬次直接交給大家看 沒有人要看 而我們做這個紀錄 正是因為我們希望他被看到 而他可能我們最後要剪裁出5千次的故事 我哪些東西會放在哪裡 哪些東西要被寫去 這樣的編織跟簡直 到時候可能也會有更多的討論 那再來 這樣的口述就完全沒有虛構 什麼叫虛構什麼樣其實很有趣啊 就是說當代當代的文類裡頭 我們覺得最即時的可能就是新聞報道 對吧 新聞報道幾乎是最即時的文字 小說Fiction是最虛構的 可是事實真是如此嗎? 看到的是魯迅裡頭的阿Q正傳 這樣的一個人物到現在還活生上了 在我們的眼前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紀錄的新聞裡頭 他說什麼一個媽媽帶了三個小孩子 一起不要自殺了 簡直是超現實 去脈絡的敘事 我們看到新聞裡頭經常是去脈絡去血肉 只剩下事實 而這些事實根本是反人性的 是去脈絡的 你完全覺得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事件 你看不懂 所以到底哪一種是虛構的 哪一種是真實的 但是口述史裡頭 大概沒有任何素材 或是你憑空之照出來 你要在現有它給予你的材料 你所看到的東西裡頭 那個什麼樣的簡直 就是簡潔跟編織起來 但這個簡潔跟編織起來 還是用你主觀的意願在裡頭阿 所以它不可能是完全客觀的 只要牢牢記住這一點 假裝客觀這件事 打開一看 但是對我來說 重要的還是好好地說一個故事 但等你們下完天下再說吧 好 最後一頁了 好 有沒有問題 我們就直接對話吧 好啦 我已經用了最快的速度 有人要問什麼嗎 因為你們沒有具體的東西跟我對話 怎麼辦 就問我好虧喔 如果是11月底來 也許你們就多一點材料 或者現在有想像中的材料 或者其他的想要問的嗎 有嗎 問一下 好 那我先找幫你提來 你隨便說一點什麼 讓我知道你們在什麼狀態 就說你不一定要問問題 你也可以說你現在在想什麼 這樣至少其他的人也知道 你要講話後面也聽得到嗎 你們要注意喔 我講話是讓最後面的人都聽得到 所以你們如果講話這麼難難自語的話 就對我太不公平了 來 我看 就是我在想 就是隨機綁架 是不是一個尊重 那個就是受訪證的一種方式 就是這種方式 到底是不是 是多增加我們的材料 還是 就是一種不尊重的方式 我沒聽懂 就是在路上隨便抓一個人 然後來問他問題 所以我對這樣的方式 就是有一點錯 因為我們這些 隨隨就很多都是這種方式 然後是這一次 這一次才是比較想要先跟 那邊的人聯絡 先跟他講說 我們要做訪譚這件事情 才可以做 所以你在問大家 什麼問題 那其他人可以開放什麼問題 大家對 就隨機訪譚的 有什麼意見 可是 因為我是想到另外一個點 就是說 我們如果通常就是先找 找當地 最後那個人 你帶你聽得很吃力 請你大聲的告訴他 OK OK 就是 你如果是先聯絡的話 通常是找當地比較有 就知名度 或者比較有視力 就比如說里長 或者是社區發展協會的 那就是 對啊 因為我們進一個社區 可能一開始 黑洋關係也是 就跟這些人開始 那會不會 就是一開始切入的那個點 就已經 你初始的切入的點 就已經 也不算偏頗 就代表一個特定的主題 就每次訪譚都會 代表一個特定的主題 這樣子 很好啊 我們目前為止 都無以致一致 我覺得都很好啊 反而就是如此 就是說 所以隨機訪譚不代表不尊重啊 為什麼會是 因為沒有心跟他講好 然後就直接把他抓過來 然後問他問題 你要直接抓回來 然後他就要開始把他的生命 故事都告訴你 這當然不太可能啊 那但是 但是我怎麼去選擇 我要採訪的對象 他本來就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我在路上抓人 我就要開始面對 我怎麼建立關係 沒有人先幫我哭好路 我可能就得開始 五四三開始講起 然後開始嚴不及 講了一大堆 然後我們才有可能 搞不好是約下次 或者我要的也就只是這樣 就說我們隨機時的訪譚 我們也不一定沒有 我都會問到你的 什麼生命中很深刻的反省 不需要 有的東西我只是要為一些感受 普遍的居民的感受 覺得對這個池塔是不是有感覺 那他是說被拆掉會怎麼樣 等等都不知道 看你們想問什麼 你有要說什麼嗎 好 嗯 因為你寫出一種想說話的表情 對我是很 因為我自己是 我完全沒有碰過新聞方言 然後後來我現在加入了 太大逆思這樣 然後我加入太大逆思 有私秀 就說這叫我 有事 有事 有事叫什麼 什麼事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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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在那邊賣麵這樣子 所以大家都分開來做生意 然後後來我們就經過她的允許 我們就跑去採訪她的阿姨 她的阿姨就是在內地的火車站前 就不是在火車站前 然後在那邊開了一家麵店 然後事實上我們被採訪的時候 我就是從來沒有聽過你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所以就是抱著 就事前做不可 我都想過我們大概問你怎樣的問題 可是對於那個問題是開放式的或是封閉式的 還是我有去想過她的歷史背景 譬如說現在她來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然後現在我問她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這種事情我們完全沒有去考慮她 然後我們就依照自己原本預定的那一個主題 有那種差別 然後我就去問她 然後問她是關於她夢想的東西 然後問完之後我們自己就覺得很興奮 就是覺得熱血背脫這樣 可是後來就是我聽越多這種 事前要做準備的這種講法 然後跟這些內容 就會覺得 你給我自己就是非常的 就是 就是好好的很對不起她 因為我事實上沒有做那麼多的功課去 跟她相 她給我的東西跟我做的功課都很不相對的 好像就是我一直從她身上的那個 就是check很多東西 這種 可是我其實給不了她是 然後包括我一寫出來的東西 我最近才剛教訪 然後一教我都還 有寫個 就感覺起來是那種高中比較好看的作品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高中作品的感覺 我就想說我這種都會給她看 我自己都 所以你會再給她看 我覺得會給她看 所以如果你寫得非常棒 寫得好厲害 你就會比較不糾結嗎 至少要讓我自己很感動 然後我受訪者可能看到的時候 會比較感動 我自己看我就自己覺得 OK啦 我的大力 怎麼會這樣 有的事是我們能力上所不及 那也沒辦法 但是我剛剛那樣子問你 你是說萬一你能力100分 你就比較不糾結了嗎 你的問題還是沒解決啊 到底對人家有什麼意義 你難道他感動了 你就覺得OK了嗎 對 底下好一點吧 有的問題不要亂套 套到是你能力的問題 那不是 倫理的問題 對吧 好 剛剛有兩個問題嘛 一個是有關倫理 到底我的採訪對他的意義在哪 我幫他留下了什麼 那我可不可以一直氣壯的對待 或者沒那麼理直氣壯 但我覺得沒那麼虧欠 包括我好好把他寫好 可能也是一種不虧欠的方式 那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說 我要不要事先做準備 那當然這都是理想的狀況 有時候導演不一定 就是說每個狀況不一樣 那我只在說 萬一你準備好了去做訪談 你的包袱越重 你會問得越深入 差別只在這裡 對方還不一定感覺到 你有沒有那麼多做準備 如果有主題式的採訪 我要來採訪皮糖文化 讓我對皮糖完全不了解 這真的就是太冤枉了 太浪費他們時間了 那有的可能不是 可是就有點像我們要出國去旅行 那我想有出國過的人都知道 我如果帶著一個在地的眼睛 去做坐標跟參照 我會看得更深入 好比說我到國外的學校 那因為我到他的音樂學校 我有台灣的音樂學校的體制 我就會不斷的參照那個差異 跟相同在哪裡 我就會看得深 那好比說我想去看國外的選舉 民主 那我對台灣的選舉跟民主制度 或者是政治 但是我特別關心我的包袱越重 我的參照點才足以拉出主身來 本來差別就只在這裡了 那問得膚淺這也沒辦法 對 所以這個導演還好 問得膚淺其實不至於是那麼為膽人力的事 只不過給自己做功課吧 此而言 好嗎 還有沒有其他的呢 我問你 就是因為他們講到神經病的時候 其實我在想 因為剛剛有說 就是受盲主觀講的命令是怎樣 所以有時候是 他是會除了訪問之類的 可能他的記憶是有錯的 那可是如果你查到 就是你最後去查資料 然後把他講不太容易 就其實很不對 那可能他的 就是這可能會動到他整個地場 或是你怎麼知道的地場 他這樣會不會反 不會反什麼 就是這樣會不會 政治人物不說常常在說謊 有時候我們恰恰好 就是他收謊的地方 就是真正實的地方 剛好可以反白起來 就是他說的這個東西 政治人物不常會修理 就是因為他今天信誓旦旦的說 信誓旦旦的說 OK 注意了 只要把兩年前說 他去罵人家講說什麼 就說怎麼還沒有就任完 你就跑出來又選下一個 這個就一直repeat的 repeat的就知道 就他所說過的話 那他現在不太對 我的意思是說 有時候人會自圓其說自我保護 那這裡我也沒有標準答案 有時候會被我們發現 有時候不會 那被發現跟史實不符 那到底怎麼來對待這件事 看是我們在處理什麼樣的問題 比如說政治人物當然他有誠信 他需要誠信 我們會譴責他 但是作為一個老百姓好比說 我隱瞞了我曾經被性侵的經驗 或者說OK 不要說性侵了 我隱瞞了其實我 我是跟別人私通了 而我把它說成我被性侵 因為被性侵比較 社會比較能接受我作為一個女孩子 我最好是抗拒不成 而不是我主動引上去 那像這樣子的自圓其說 他也只是反映你當代的價值觀 不是嗎 不得其情 哀經不露喜 對我來說 對有一些人怎麼樣去修改自己的歷史 執政者都在修改自己的歷史 那作為一個個人免不了他 可是因為最後寫出來 就是後來寫出來的時候 你基本上是要寫什麼 像剛剛那個例子 你就必須要寫多少 你可能要把他實際上吃 有一點是 當事人不想被揭露的時候 我就不會揭露 他不是政治人物 他不需要對所有的人揭露 所以因為你寫出來這邊報告 都是要給大家看的 他才會想到 就是如果你寫了一個 推入什麼事情 對 那就Case by case囉 我剛剛還是回來 所有的倫理問題 都具體回到人與人之間 做了這個決定 恐怕 對 就是對我來講 可能我那段就整個跳過 不說 那對於有的 也許你說的 欸有一個陳述 然後怎麼說 可是那除非他是匿名 就說你有各種處理 你手上的素材 我還是要講一件事 就即便我在說 防者跟被防者 不為主體 即便我在說 尊重被防者 對生命的詮釋 我說了一大堆 我們終究得面對一件事 研究者 紀錄者 書寫者 你有特權 不是嗎 你有特權放大了什麼 而遺漏了什麼 這個人告訴你一百分的東西 為什麼你是選這三十的呢 為什麼你是把其中的某一段 放到最前面 讓他那麼被highlight呢 難道不是你主觀的特權嗎 就你終究得認識到 沒有這麼多的品質 那只是我擁有了這樣的一個特權 我如何不濫用他 讓我覺得我面對這個人的時候 我是可以讓他看到文章 而且我還會有點不好意思 我寫得不夠好 而不是 對 虧欠 對我來講 就是倫理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有具體的暗示的時候 再來說 而且有時候是他說了謊 你也不知道 不是嗎 更可能是這樣 那或者有時候 我們因為問了別人 哇才知道原來你說謊 好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立刻掙扎 那我們要不要採信呢 還是我要像一個柯南一樣 去查出真相 但是查出真相 是我該做的事嗎 還是這就是他想給你們 我不知道耶 好 我總是想問兩個人 我們之前訪證的時候 常常會有訪證分兩種 所以你們已經有訪證是不是 我們這個活動就是 就是之前有韓國 這些參加人是 跟我們有訪證 這樣 然後就是 我們會有一些是規劃好的採訪 就是 那邊的第一張 或那邊的MGO 這些 那有一部分就是 隨機的 對 一方面是隨機的 是可能居民 或者那邊的遊客 那我現在想要問的是說 當我們在採訪那些隨機的人的時候 我們應該比較注重 話題的延續性 還是我們要問的那個主題 就因為有時候 你太多是在 你要問主題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你好像沒辦法跟他聊下去 或者知道的東西就會有些 可是有時候如果你 就是為了延續話題 然後跟他一直聊天聊下去的話 就會變成 你可能會花很久時間 可是得不到你想要得到的資訊 所以我再想說 沒有答案 沒有 我也沒答案 很難講 而且有時候騎出去的 搞不好才是重點 有時候 那有時候就是繞圈圈 但這個繞圈圈的作用 可能是讓我們彼此好薄弱 增加我們的感情 然後讓我們再來 談得更順暢 那有時候說真的就是 陪公子聊天 好累喔 對 所以其實同時 都在做各種不同的決定 而這個決定 我也不覺得 我一定不答案 往前看 但是 國外的論述 當然也有寫到最後 你找不到一個案 就說有一些人對於在可數一時的一些 不過我對於那些論述資料 我都覺得是歸納出來的 遇到真實人生 當然就看現場的狀況 就說他也會覺得 你也不要陪著他一直繞 你至少 你至少我就算陪著你繞出去 我要清楚知道我今天的主題在哪裡 是什麼在拉回來 那經常是可以的 我們面對的都不是專業的被防者 所以他們很容易自己牽牽拉拉就拉遠了 他也不是故意的 但是他確實就忘了再回來 所以你得抓住你的主題 這本來就是一種鍛鍊嘛 就是說你中要問到你想問的東西 那但是至於你喜不喜歡跟他陪出去繞一圈呢 有時候我真覺得好好玩喔 你講的東西太有趣了 因為我的好奇心在哪裡 我就跟著去玩了一圈這樣 我也不覺得浪費時間嗎 因為那可能使這個人的樣子更完整 也不一定 OK 還有沒有其他人嗎 還是你自己還有什麼 沒有沒有 我就是想說 我上次也有一次是 有訪問的人 因為我 就是 那時候就覺得很好玩 你知道嗎 其實就不停他繞圈 結果沒想到繞圈就繞了一整個下 所以 我們那整段訪章時間 大概一直訪章 一個 一個人 加半個人 是 什麼時候 後來也後悔嗎 也不算太後悔了 因為他是蠻好玩的 只是 結果後來有在思考出 那 這個 我們那時候如果 忙碌的人是更多的 然後更專注在我朋友 問的問題上面的話 得到的結果不會 不一樣 我們隨時都在做厲害的彈生 不是嗎 當場也是 例如說 有時候是因為我時間有限 我會直接講 我覺得你講的太好玩了 我很想聽 可是說實話我沒空 今天我們只有半個小時 所以我會很快再拉回來 就這樣 所以這都是厲害盤算 不是什麼叫對跟錯 不是是非判斷 而是當場的選擇題 要不要繞啊 要不要怎麼樣 都有我們客觀的條件來決定 還有沒有其他的人呢 有沒有想 你們後面最晚進來的 到目前為止在聽什麼 或者有想到什麼 也不一定要問問題啊 有在想什麼嗎 你們剛剛是上什麼課 社工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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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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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對他一無所知 一無所知正是你對他充滿興趣 好持就從那裡出發吧 所以每一個本來就是 隨著我要採訪的對象都不一樣 那你們如果是先訪談 先已經有有約好了的 那當然能夠盡可能收集到相關的資料 會比較好 對比較不浪費他的時間 但是就盡量 本來就不一定拿 那至於因為沒有做過訪談 也不見得比較不好啊 對啊 最重要的是有好奇心 我好想知道 這一個太重要了 有的人的訪談一看就知道 你根本對他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你要去訪談他 好互相折磨喔 對啊 你要有好奇心 有興趣 那我覺得對你們來說 當然是一個不一樣的生命之類 前面你們還沒有來的時候 在講學習去聽他者說話吧 因為畢竟這些都不是 你生活圈裡會出現的 我們已經越來越沒機會 去聽這樣的說話了 那我就去做這件事 那或者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到底這個訪談跟我是什麼關係 為什麼我要來做這個訪談 我真的對於桃園的疲塘文化很感興趣嗎 還是 到底跟我是什麼觀點 這件事情決定了你的書寫的立場 好 這件事得想一想 有時候我自己想不清楚 我跟其他的人訪問 到底有沒有一起做這件事要看的嗎 那清楚了好奇心才會出來 好奇心沒有辦法外置的強加的 它一定是你要自然出現的 那所以像我的課堂上同學 我也說 拜託你不要去做一個天馬行動的題目 去做一個你有興趣的 所以我的同學有時候他去做 他當初暗戀的那個女孩子 也太好了 他寫了兩萬字 充滿了動能 借著訪談去問清楚 到底對我有沒有意思 其實要去做一件事 可是這也很有意思 有興趣我們就會忘記 好沒有興趣的話 只是交作業就當了 還沒有什麼 所以我有個問題 還有個剛才有一點講到的事情 就是我之前就是有 辦過西上營隊 然後落負責 也有很多那個收訪者 然後那時候收訪者是民宿業長 然後那時候我打他過去 就是我一下家打 然後都跟他講說 我們是誰 然後我們要做何事 然後就是 當我講出說 我要跟你們訪談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般軍民都會嚇到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那個經驗 他們都會想說 然後要訪談的時候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不單會 然後我就要跟他解釋說 沒辦法只是聊天 就是要簡化說 我們要訪談這件事情的難易度 就是說 不能太難 對 所以說 就是之前遇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 不知道之後就是不會被遇到 比如說可能那些官員 就是比較官僚體系 他們可能常常面對到這種事情 所以他們可能有一套說辭 那些居民可能就是完全沒有運過 所以說可能要多建立一些新的房 對 然後還有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房調跟我們辦的營隊 其實他們時間都不長 就是可能一天或是半天 就是等一個下午的行程 然後做訪談 所以說 我就不知道到底那個深度要做到哪裡 對 因為那訪談的目的本來就是說 要問到說 我們那個 上網藏不到的東西 就是一定要 就是 這樣才有 就是問他說 問的事情 這樣才有意義啊 像什麼 像一些背景資料 就是可能 就是做功課的辦法 就是可能做完功課 那些問題就可以排除掉 你就是預先知道 你知道哪些東西 那有一些東西是可能 你不太清楚 或是上網查不到 然後就問問看 啊可能 答案會出乎意料 或是說 再有預期的方案 對我知道 但是你要不要用那個經驗告訴我 某一個出乎意料的答案 這樣我比較好想像 你知道嗎 問問題也一樣 有時候你就舉個例子給他 讓他尋一想像 好 例子 就是 那時候問民宿的時候 就是 因為民宿都在宜蘭嘛 那宜蘭就是 呃 他就是 觀光會興起 其實有 部分是因為雪碎開通 那我們就覺得說 部分是因為雪碎開通 民宿才會變多 然後他們的說法好像 就是有點 跟我想像的差蠻多的 就是說因為雪碎開通 交通變方便了 那很多人覺得 一日來一回 他們就不需要住了 然後我們就 欸 反正是這樣 就算我們也沒有想過 我就覺得 反正很直觀 交通變 變便利 然後就會民宿開始 興起 結果是 比較相反的 所以你們這個訪談 事實上就是 作為一個真實的狀況的 check就對了 就說我們可能多了一些資料 我們有一些結論 但是這結論到底在那個 現實的生活裡頭 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藉著訪談去 recheck這件事 是嗎 有一部分是這樣子 不是嗎 因為可能那時候帶著 那個是一個高中生 他們就是 四年前的工作 四年前的工作 是嗎 好 OK 好 不過他剛剛講得很好啊 很多人他都會說 啊我沒有 我沒有什麼經驗 這不重要 我不懂 特別是 特別是工人 農人 社會上所謂的弱勢者 之所以弱勢到 處境上的弱勢 是認識上的弱勢 處境上的弱勢 待久了 讓他們有口來言 久了就以為自己真的無話可說 可是事實上不是無話可說 從來都不是 他們有滿肚子的意見 只是這個社會一直打直他們 讓他們覺得他們說話 很重要 那我覺得 房者只有一件事 認真對待他們的話 認真去聽懂 不懂的時候問 然後讓他覺得被認真地對待 處死了 因為那些教授 那些官員 他們大有機會拿到麥克風 他們大有機會 被隨便說什麼 躲屁倒灶的事情 都被當作一盒事 但是所謂的弱勢者 不會就是處境上的 被放到那個 完全不重要的位置 但是事實上不是 當然不是 否則你們不會要去採訪他 還有其他嗎 就是我們水水一百 那其實在幾年前就一直在實行 不過就是比較 是自己收集故事 然後把它 就是自己收集資料 然後以那個 你自己嫌 我們早上會的自己報告 方便呈現 然後是在 近一兩年 那其實我們水水一百的目的就是 我們去挖掘水故事 就是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所以這個是有目標性的 然後 不過我們是台大氣候形容者 所以其實是 要跟氣候容索連結 就是氣候可能對於水水有什麼影響 可是其實台灣的部分是那個 我是覺得人為的危害比 那個氣候變遷還還很嚴重 所以說我們去訪吊的時候 難免就是會碰到一些 可能他的航空城的開發 或者是一些建商想要 買那個 皮膠來賺那個錢之類的 就是 就是我們去訪吊的時候 其實都有目標 你可能會吵架的人為 可能是社區與人民之類的連結 因為像我們去訪吊 湖鼎社群 他們就是社群營造做得很好 就是有在 重新把那個皮膠的功能慢慢的找回來 就是對於那種環境含來有散的社群 然後我是 期望說 我們這一次出水一百出 出去訪吊之後 是真的能夠帶成果回來 而且我們是能把那個成果 就是順利的展現出來 讓大家知道皮膠的故事 然後我是 然後我們之前試過的方法是 寫故事而已啦 就是大家心得其實是一個故事 並沒有一個正式的格式 就是能夠把這個成果真的是有效的發揮出來 然後想尋找是不能有這個引擎 尋問我什麼 就是怎麼把我們找到故事 就是有成效的展現出來 因為我目前就想到就是一半燈相對 或是我們一個有履歷的話 我們是可以把我們綁掉 故事的開設一個成果 不過其實這個很好時間能聽得到 做自己能做的吧 然後 大概知道有一個部分是 就是社團的活動說穿了 其實不是Empower 或者揭露這個現實社會 或者Empower這些人 重點是在成員嘛 成員的學習 成員藉著你們出去訪談 對你們的自己的鍛鍊 分析能力的鍛鍊 說故事的鍛鍊 然後做田野的鍛鍊 本來就重點在這 是你們是最大的受惠者 那只是他剛剛有進一步 應該是幹部 所以幹部就會思考 就說那我們這些成品 是不是除了拿來自我鍛鍊 還可以多一點什麼 就有點像 我寫了人家的故事 如果只是拿來拿到我的學 我的博士論文 或者只是拿來 甚至於是繳一次的作業 我有時候就會覺得 我好像不對不起人家 對 但是有時候也只能到這裡 我們頂多會變成 我們在網路上開放 或者怎麼樣 你知道 我覺得這好像也強求不了 就是在看你們 因為有時候你給了太多的承諾 最後做不到 這個會是一個更大的反錯的力量 就會覺得說 哇 跟人家講到什麼 我要讓你們的故事被大家看到啊 然後甚至於改變了航空城的命運啊 等等 那明明是你們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就是盡可能 所以你自己比較曉得 你們是有的條件能做到哪裡 然後大家去說的時候 包括前面都有提到 要讓對方知道你如何傳播這些資料 他會長成什麼樣子 要經過他們的規模 然後他可能會被怎麼樣使用 甚至於你們還要拍照 這些照片要不要上去 要不要使用他的真名 還是要怎麼樣子 我覺得這些就是 你們可能會怎麼處理 很清楚的讓我們彼此知道 就好 那你可能想問 尋問拉克 比如說 在你們以前的經驗裡面 你們通常都是在 用怎麼樣的進去傳達你們做出來的成果 會比較能夠有效率嗎 這樣講 我們的經驗你講的是什麼 我沒有我們的經驗欸 應該是說 我很少去綁牌看到這樣 就是說 我過去寫的一些東西 包括我出的書 我基本上不綁牌 我跟他們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記錄我所看到 我是拉長了很長的時間 綿綿不絕的進步 我很少安排一個綁牌 去綁牌外交配偶 有沒有 如果我跟他們一起打仗 我跟他們一起相處 跟他們一起經驗他們生小孩 我寫這些 所以我的經驗裡頭 其實綁牌的不多 但是我常常 讓跑來找我們的志工去綁牌 因為大學生說他願意來做志工 可是說實話 對於一個主持工作者來講好累喔 就是不知道大學生你能幹嘛 因為你給的時間很少 那你們又不可能真正深入一個個案 幫上什麼忙 可是又你們有熱情來 又不能夠讓你們沒有學習 又要照顧到你們的學習 要讓你們的動能被接得住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好看法 然後對學生來講 又學習 你們又能夠記錄 把留下一些故事 所以我們以前有很多的個案 那我們事實上沒時間寫 做主持工作者 我給他們最好的回饋 是我跟他們一起打仗 他們不放棄 我不放棄 所以這大概是 我在倫理上面站得出腳步 那大學生有限的時間裡頭 打仗女男 那麼幫忙留下記錄吧 因為這些記錄對我兒子不及珍貴 那珍貴是說 他對整個台灣社會 我認為都很珍貴 那什麼時候他會被怎麼使用 不曉得 至少例如說我的 例如說明天我的口述歷史的課 我請了白色恐怖受難人協會 因為他們在搶救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歷史 你要知道這些受難者 都已經八十幾歲 九十幾歲 真的是搶救歷史 他們的故事就要跟著他們的死來 我看不見了 所以我就非常希望我的學生 去幫忙做訪台 訪台我只希望他們留下什麼 主持稿 兩萬次的三萬次的 不成天的主持稿 那但是這些原始的歷史素材 就交給這個學生 隨便他們怎麼使用 那這是唯一我能夠想到 你對社會最好 讓他們的作業不是只是給老師看 雖然我充滿了興趣看著資本 可是那也不能夠全世界就我一個讀者 這太無聊太浪費了 所以讓他可以更有作用一點 有各種方式 那訪台過去學生團 學運團體裡頭也會去做訪調 這些訪調都空口說白話 跟人家講說會把 然後所有的農民都把他一生的故事告訴你 以為你是京城裡頭房地派來的 要探檔人情 結果他們什麼能力都沒有 大概寫了之後回去 然後暑假過後學生一孔而散 那這個訪調故事就算成策 可能也就是這幾百個人輪著看來的 傳播的力量都很有寫 但是他可能造就了 滋養了那一代的學運人士 對 那我覺得我後來會搞學 我後來會搞參與社會運動 大概跟當時的虧欠 我覺得那些老農民告訴我 我們這麼多故事 而我們也沒辦法 對 他的故事長子 然後我剛剛看到 就是有一個地方 裡面有訊息說 更在意那個有代表性的問題 其實我在想說 他今天一個人的故事 不是因為你去問他 那你去問他是因為 會要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故事 可能事實上 如果他並不是一個大多數的情況 他確實說他是事實上不是因為弱勢 或者是因為發生管道不足 他事實上確實是小出場 那我們有訊號 就是讓很多人都知道這個故事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還是回來 我們隨時都在做客觀條件 有限下的不太感染跟選擇 所以其實我們有限的時間裡頭 我們也不會隨便到處抓你來採訪 我要採訪這個人的時候 雖然我不一定會說 一定要非常有代表性 例如說工傷者 一定要無人斷手斷腳很慘的那一種 才叫做有代表性 那當然有一些他沒受傷 倖存者 倖存者的guilty 倖存者的痛苦 倖存者的看到我身邊的人死在我身上 那個也很重要 那你說這重不重要 那當然也有一些人 他其實完全在這個狀況之外 因為他是白領階級 他覺得好得不得了 他覺得好得不得了 就是知道這樣子的事 我們需要注意 我不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在說 如果你有100個採訪者 你可能就會撈到情形像這樣 可是如果我們只有三個人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根本來不及管到這個人 這個白領階級 第一關就不用劃到哪位去 不是嗎 所以一定還是回頭來看條件 我們有多少累積做多少事 有沒有做過有意識的栽選 一定會 有一些人我就覺得 他故事太精彩了 非說不可 我也許不是一開始挑選好 而是跟他聊下去就覺得太有意思 但是也有很多人 我們一開始覺得非典型 例如說RCA的那一個故事裡頭 那我們也採訪了幾個 事實上是沒有受傷的人 那但是後來他所透露出來的歷史資料 可能更比我們想像的多得多 有時候真的有點負面氣 但是還是要回頭來講 一開始來想代表性 那也未必 那也有一些人 因為他太有代表性了 所以他成為一個職業受訪者 他的故事會一再一再的傳說 他已經有一套制式的說法 反而也不太有意思 你們可以彼此對話好不好 對 剛剛說到如果進屋平衡的話 我們一定會戴著自己的一套眼妝 然後還要戴著自己的經濟電影的教室下去 那如果我們的受訪者 其實所講述出來的 他講述出來的 其實是完全和我們想像中 就是完全相反的一套說詞的話 那我們應該怎麼去詮釋 因為像是 其實我之前有因為作業的關係 其實去訪問展部場的工人 就他 台灣 就想像中可能是 環境非常惡劣 可是他其實並不自覺 而且他是反而會覺得說 我跟我兒童事都相處很好 跟上次也相處很好 他覺得他活得很開心 對 然後呢 然後就是 對 就是跟我們想像中的就是太一樣 對 我問然後呢 後來是 因為你想要去聽一個可憐的故事 結果沒聽到 然後 然後呢 不是就是 呃 就是我們 我們所自己認為的 他活在一個 的結構裡面 可是他自己活在裡面 我們反而會去認為他活在裡面而不自知 可是這樣的話 我們不是也是帶著我們的眼光 去看著他一個事情 所以我問的說 然後呢 是說 那個是一個你要寫成作業的 還是是怎麼樣的一個採訪 你後來如何處理這個 跟我本來想的差太遠了 那怎麼這麼興高采煉呢 然後我告訴你 所有的RCA的訪談 每一個都興高采煉 每一個講起來是一路小的 不是一路 所有的故事都是這樣 我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我有我的生命經驗來看懂這件事 但是我這樣問的是說 可是我沒有問到我想要問到的這東西 後來你怎麼處理這些材料 那個啊 其實我有點忘記 就是我們後來就是 有用理論去描述 然後就是用我們客觀的方式 盡量客觀的方式去推認說 他是 又有他什麼樣的生存方式 對 去活在那個環境裡面 也是啊 這也不用覺得 這不需要經過客觀的理論嘛 這大體上就是一個人怎麼樣活下來 就是我們所看到的 我用RCA來說 因為都後來都受傷了嘛 那然後我們去看60年的70年代 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 那些每天工作12個鐘頭的那些農村來的少女 湧向了加工出口區 在我們的歷史裡 剩下的就是非常黑媽媽的一片女工 然後偏偏做天天做天天做 然後最後病痛產生 是很悲慘的故事 因為每天要工作12個小時 輪大夜班的時候也沒有加班費 只有很高興有一杯鮮奶可以喝 鮮奶是幹嘛的? 解毒用的 因為那裡永遠有激容器 事實是如此 那這當然很悲慘 客觀上 可是去問這些女工 她們會說出悲慘的故事嗎? 從外不是 我的經驗裡也成為不是 青春 奮發 有出入 我努力 再努力 我覺得明天會更好 這個東西支撐著她們 不斷的往前 覺得有效果 恰恰好 不是你 你們這一代根本沒出過 坦白說 她們是在台灣經濟起飛 剝削最嚴重的那一代 可是她們隨著經濟起飛 看到生活會越來越好 當然她不知道後來 如果她是那個得了癌症的人 她慢慢餘生會被不斷的纏繞 那這個部分有真正的痛苦 憤怒 但是她對青春記憶的所有的 性高采裂 苦中作的都是真實 而這個真實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覺得說 哇 怎麼她們都那麼無感呢 也不是 而是大家都很辛苦嗎? 我以為那個是必經的代價 只是當這個代價到超越她的身體 居然我得了癌症 居然我乳房切除這件事 才到了工人的連爆點 要不然對很多的工人來說 你會認為是代價 因為我們也都這樣教你啊 我們條件有限的人 我們要分身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你當然你覺得那些 有一些怎麼樣去 合理化自己的過程 那些都是真實的 而真實的就讓它呈現 這一點都不充分 所以你們若在RC的故事裡頭 我會看到他們對過去 而且非常不只是性高財烈 還有一部分有驕傲 驕傲是說 哇 你看 我在全台灣第一家有空調的工廠 跨國大企業 覺得很驕傲 當然到後來20年之後 他們的痛恨、憤怒也是真實的 這兩個一點都不重 真實的人生是這個樣子 我們不會是 弱勢者不是我們想像中天天在哭 從來不是這個樣子 人有過日子的方式 怎麼面對苦難的髒事 你要說它是任性也好 你要說另一邊有一點天真 也是真的 就如此 就好像你們經過了 哇 很辛苦的高中時代 那是你們想起你們的高中的時候 恐怕也不是天天在拼職的好吧 你們也有非常荒唐、有趣 青春的時候的輕狂 可是我若是一個外國的小孩子 我一定覺得你們是也未免有病吧 這種教育制度 你們還趕不著重做了吧 對不對 不是這樣 這些東西都很真實 結構的可惡給呈現 但是個人主觀情緒裡頭 我怎麼樣讓我自己在這中間 找到我對待我的方式 我怎麼樣過生活 這個東西不出難嗎 有人還想說嗎 不過這是很好的問題 然後這樣的話 我們還必須要帶著我們的眼光去把他刻意包裝 就是包裝成或是傳遞出我們想要搶搭那些 就是什麼不平的或是被壓迫 那這樣的話 對他們來說 我不知道欸 看不同的 因為你們書寫的狀況不一樣嘛 你們可能只是有用他的其中一段 所以你得多做一點解釋 否則大家就會以為 哇 這個工廠大家都好快樂啊 對不對 那但是例如說我再放到RCA來說 RCA我們用了整整一本書 用了十幾個生命的深度訪談來說 我完全不需要特別說 我不需要在他性高慘烈的指出他的那些青春歲月 然後他覺得很驕傲 他在生產線上他老是第一名 這件事情 我不需要來說 事實上客觀結構是怎麼樣的勞資剝削 不需要 你才會看得懂 當他有各種客觀現實的病重的時候 那個故事就很清楚了 不需要你再多說什麼 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有三千次的報導 可能你就得很囉嗦的 一直跳出來做詮釋 因為你怕讀者看不懂 就這樣子 不同的文本 不同的處理 還有其他 不過這都是很好的膽司啊 我怎麼處理我的素材的矛盾 人生本來就有很多矛盾 那怎麼樣可以不要過度詮釋 過度詮釋 對 我常看到過度詮釋的作品 對 已經逾越了這個人的口述 那是另外有具體的案子在說他 對 他其他人 你有要說的嗎 我還想請老師就是學問什麼的問題 然後讓我們回答跟他們的狀況 然後讓我們回答跟他們的狀況 詮釋什麼 就可能老師舉一個情境讓我們來 哈哈哈哈 舉一個情境 你有沒有想到什麼 你有沒有想到什麼 嗯 決定什麼 好 那我就是分享一下我們幹部劇場的案子 就是我們去的時候剛好看到 是那門皮糖一年度掃水 那看到你第一次看到皮糖掃水 你會想旁邊的社區發財 然後大家想會問他 還是想要多 請我多迅速一下那個放手的經驗 你要說什麼 你直接要跟他對話呀 沒有 因為我那個時候就把照片拿給 就是其他朋友看 那他第一個問的問題就是說 就是那些水他把他放到哪裡去 對 沒有想像 對 對啊 因為他水 他的水就把他放光了 對啊 那個皮糖水就乾了嘛 所以他那個水是流到哪裡去 好 那我就是 好 那我就說 我們真的有問那個問題 反正就是 他那個皮糖其實是 有所連結的啦 1號皮糖 可能2號皮糖 然後2號水 所以是有連結 就可能1號皮糖 第4名 所以他是從 其他比較像 一個水庫 對 消息水庫 所以他其實是 相通的 有一點點相通的 然後其實他 進去跟出去的長 他就是把出去的長 他就是把出去的長 能放 搭擺放進去 對 所以 所以你剛剛 沒有 我真的想到他們 訓練運行啊 對啊 因為你們實在太不平常 對啊 不過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他就是一個幹部的想法 然後你們每一個人的發問 都站在不一樣的位子 所以他在想 怎麼樣讓你們 還沒去先做暖身 還有其他的嗎 有沒有問題 因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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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看說 如果你今天去訪問一個人 那你寫這個訪問的事情 可是你是 因為如果你是本來是想要 Joy 你是不是想要講這個事情 然後你去訪問 只是為了要 印證你的話 所以印證 會只是作為一些 你寫這個話的時候 具體的情境 很重 那這樣子的話 算是 對於這些訪問 是因為以前你要講的 是不一定是那個分子 所以 這樣算是 有聽懂他在說什麼 OK 那有採訪經驗的人怎麼說 你怎麼回應他 他說 你其實已經有了你的答案了嗎 那你好像是 藉著他們的嘴來說 你想要的答案 這樣子讓他覺得 是有點奇怪 有點好像在利用別人的 來人說 對 有沒有期待 你要回答 你不要預設嗎 你一定有預設觀點嗎 就有點像 所以他才會覺得 這個女工沒有講出 被剝削的痛苦 這個跟我的預設觀點 有一點距離 我等於還要繞一圈 來詮釋這件事 但是如果這個女工告訴你 那時候我們很慘 每天累個半死 哇 Bingo 完全就是我要的答案 不是嗎 但是這兩個都同時存在 你是不是很難沒有預設觀點 就是 你寫這篇訪談大部分的情況 其實是為了你的答案 但是也一樣 像剛才是 剛才 對 他們講 就是說 我本來預設 哇 民宿業就大起了 因為學生 結果沒有想到 他給我一個完全顛覆 我本來的預設的答案 對 所以本來就不一樣 就是說有的預設 有的答案不是我要的 可是他其實不舒服 那 那有的答案是剛好顛覆我的假設 你不可能沒有預設 有的答案 我們一定有一些想法 很好 我覺得沒關係吧 就是跟你預設的答案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這樣深入問說 為什麼 可能跟你想的為什麼 有沒有一樣 因為可能是 我們立場上不一樣 就可以再完成一點 所以應該就是不要太有最後感動 你很容易有最後感 你很容易有最後感 人體上的蹤長 來 你剛剛要說 就是我說 預設的觀點就是 你不要把自己的預設觀點 看來可以做 因為你一定會有 你自己查資料的 像是平常的話 我們是上過曾經黃老師的 然後再上過 接下來我們去當地前當地的 但如果 像是比較 他們的體格成代表的 是用的 那其實 教授他自己的觀點 他收到是用的 就其實我是覺得 你應該要用一個更高的角度去看 你要放開的 你不要就是 你自己已經封守這些事件 在看 那這樣會主要你看到其他地方 因為你是要看到權貌 不是只看到一些 所以對自己已經有一些預設 有意識 我才會封鎖我自己 我如果沒有意識 但我已經有既定的觀點 我反而就聽不下那些不符合我意識 但我很有意識的 我還是從頭到尾在講一件事 不要假裝客觀中立 我們有立場 那我這個立場 不是跌撲不破的 那隨時可以被挑戰 被現實所挑戰 那或者是對微調 就是說 就說我又不是唯一真理 但是我不能夠假裝我沒有立場 就這樣子去吧 所有的這包括辯論嘛 都是我在 我有的課堂裡頭 我會直接讓學生站立場 就是說 逃一說 站不站成死刑 然後就總會有四分之三的人 舉手說我還沒有做決定 真的沒有做決定 每一個問下去都已經站了 偏右偏左都有嘛 就是認識 然後你站了立場 你才可以再往前問一句 我這個立場我站得不太穩 我知道我稍微廢除死刑 但我站得不太穩 之所以不太穩是什麼 我還想知道什麼information 我站了立場 我才知道我還要更多 什麼樣的information來支撐我 或者推翻我 對 但是我如果所有說我沒有立場 我終於同志可不可以結婚 我沒有立場 所有說沒有立場的人 其實你就是站在主流的那邊 我再說一次 所有說我沒有立場的人 你就是站在壓迫者的那邊 因為不必改變 所有會跳起來說我要辯論 我需要討論的就是被踩到的人嘛 就是不能結婚的同志 就是被冤獄的人嘛 所有會跳起來要討論 積極追求你要跟我面對面的 只有這樣的人 那我沒有任何的立場 置身世外的人 你其實就是放任大人打小孩 即便你說也沒 都是 因為我們只要沒有達成社會共識 就是繼續大人打小孩 繼續異性戀的一對一的回應 之後繼續往前 意思而已 就清楚自己在這個社會上 發揮什麼樣結構性的位置 還有嗎 還有嗎 各位啊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謝謝老師 然後到前面一起拍個照片 等一下 對 沒有問題 對吧 有 código 我們funded 你們 說 一下